上次课呢我们学习了一下ufd当中什么find这个passfind这个对象 那咱们这次课呢是学习一下这个之前一只眼 在用的大家用了好几回的叫什么redom什么number 也就是随机数这么样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呢还是以这个代码的方法给大家这个展示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是咱们上次课的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把它注视掉 好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下这个随机数的 和那是定一个randomnumber 那这里面有两种写法 两种写法一种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直接写random 点value的方法 那这个需要注意的点value实际上是它默认的一个属性 这样的反复的是0到100之间的一个什么随机数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写法的话呢 是这种写法random 那么等于什么呢 就直接这么写 不要点了直接写 0 100 可以用这种方法直接就去操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实现 首先我们第一个message box把它打印出来 当然第二个呢 同样的把它打印出来 我们看一下效果 就写一下 83 86 也就是说你用第一种写法和第二种写法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 它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么呢 我们相对来说我一般用的就是第一种 直接点value出来 大概清楚怎么回事 你也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 那这个的话 这个random number 这个对象的话在我们实际公众当中会是什么用的 一般是用来做随机查找 随机测试 随机什么样选择的时候可以用到它 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公众当中用的还是蛮多的 希望朋友自己学的时候能把它掌握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是吧 我觉得这个就几行小代码就能实现一个随机数 对不对 这个跟我们那个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比方说你用随机函数 甚至那些随机数可能还不太一样 那个地方随机就生成了可能一般就是什么 从零开始的 在我们比方说loadrun的当中 它主要是从零开始随机 然后呢在最大数什么减1的情况 那比方说100 你求随机 用它的rand的函数的话 直接就是0到99 你可能还要加1 那么我们UFD它都不需要 你只要设定一个初始值和一个什么样 最大值 那基本上它就是在你的那个范围之内 不需要考虑什么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的问题 所以这个的话用的还是比较简单比较方便 OK这个呢大家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自己呢 照着对应的代码可以写一写 那咱们下次可能给大家就 可以讲一下在这个BS几个测试的过程 那么我们可能把这个需要把浏览器的缓存做一个处理 也就是把浏览器的cookie信息做一个删除的操作 所以这个呢大家呢到时候一起来学习一下 OK这次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